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會變成在這裡唱卡拉OK啦 但是在這邊走的感覺就是很舒服 就這樣牽著你 這走 這路沒有緊繡 是喜歡你 都描著我的感受 很有趣的一個意外的行程 尼亞大哥有訂閱在這邊 然後我們剛剛說可以跟他們一起唱歌 所以我們就在旁邊開了一間KTV包廂 而且在部落裡面 很多的店家或者是民宿 他們都有一個這樣的戶外的卡拉OK的空間 所以如果你們有來的話 敢敢唱一首好不好 我們來唱歌打擾 然後還有水果盤跟蘿蔔糕啊 謝謝大哥 賺不要臉 你剛剛邊唱大哥一直邊在後面點頭喔 來來來來 大哥來 直接CUE大哥上來唱製造浪漫 關於愛的能量 整個都永不忘了幾秒 好願意喔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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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在一起這樣都 baş pace大 我竟然吃個直اش的 迷迷苔啦 我們有在開玩笑 這個畫面太可愛 太強勁了啦 現在張大哥 因為他們家有在賣蘿蔔糕 然後我們剛剛有吃超級好吃 大哥說剛好他們 фотограф步驟要出爐了 問我們要不要去看一下 而且他說是用小米下去抹的 怎麼會有兔子 哇哇哇 就那個嗎? 手工純米去做的 這個就是蒸蛋蒸的蘿蔔糕 但是去哪裡買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武安路十四富山 我在網路上找國董這樣找得到嗎? 找不到 找不到! 那我到底要怎麼會買? 太沈蜜了吧 因為我現在只賣土裡人 對 喔~~ 有機會來五屆這邊玩 問寧安家族那邊應該都找得到你們嗎? 它下面就是一個大鐵桶 然後上面有一個超級巨大的蒸籠 現在這個也只賣埔里人 所以如果你們想吃的話 我也沒有辦法 告訴你們怎麼買 小粉要被帶出場了啦 快扯了嗎? 太扯了啦 洛洛你是不是傻眼了? 阿公會這樣子載你嗎?洛洛 他還沒太小了 不行 洛洛會噴出去 心臟受不了 你是不是沒想到會這樣? 我真的以為要翻過去了 大哥突然開一台沙灘車過來 然後就叫我們上去 換你換你 我幹我快點 大哥我會跌倒 它很重喔大哥 剛剛那個差20公斤喔 你要加油喔 好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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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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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大哥 清清大哥 你不能玩 因為現重60 我真的有太好獎喔 對 剛剛叫大哥唱 他說唱歌我不會 玩摩托車我會 然後就立刻去開一台過來 真的嗎 我開一台 我騎出來了 好猛喔 沒有了 沒有了 不要再騎任何東西了 不要了 大家坐好 不要 你們親後原住民的合一 我們一起騎皮疙瘩 就當最後願意 說你在離開我的時候 是這樣的心情 哇 這個合音怎麼搞的 不要 我們在寧安哥的家 餓了就過來吃一碗牛排啦 旁邊有一個這個牛排餐車 讓我想到通宵夜市的牛排 台灣的特色 鐵板小牛排 神奇的是他們這個餐車開的時候 會有另外一台卡車去廣播 他說 高山牛排 牛排 部落繞一圈 跟大家說他們已經開了 吃一吃就要準備再採買一下宵夜的東西 又要上山了 奇怪在平地都沒那麼冷啊 我現在有點害怕上去 現在時間是7點半 我們又回到了營區了 現在你又要重新生活 一切重新來過 最討厭的東西就是 但是今天沒有昨天那麼冷 我現在只穿了一件包包的長袖 我們今天的晚餐又是什麼呢 香菇雞湯當薑母鴨在煮 我們今天要煮的雞湯用的香菇 是非常珍貴的 段木香菇 這一包850 所謂的段木香菇呢 它就是必須要生長在段木上 而且它要在溫室裡 它是一個焦滴滴的香菇 就有如人類的小粉紅 你以後的綽號 段木粉紅 我們剛剛發現我們昨天燒的龍眼木 裡面還有一些殘骸的木頭是紅色的 真滴很耐燒 好了我們終於煮完我們的晚餐了 倍感溫馨 一大鍋段木香菇雞湯 不知道是不是我平民嘴還是 這個香菇我吃不太出來 跟雞他的有什麼不一樣 它特別有嚼勁 因為一般香菇這樣煮的時候 可能就會爛爛它的設計 我覺得這樣都要有沒有加分 但是我覺得它的香菇的那個 你害怕的那個香菇味 沒有這麼重 這樣是好事還是不好 對啊 怕香菇的人可以推 這個營區的小奶貓又出來囉 Winner說我們昨天把我們的 剩的東西用蓋子蓋起來 結果體床上面都是 蜂蜜的腳印 聞得到看得到但是吃不到 所以如果你們有來的話 記得食物什麼的一定都要收好 五階部落真的很好玩欸 而且其實在來之前我完全沒有聽過五階部落 真的是台灣最美的風景真的是人 你會不會覺得他們就是很有趣嗎 而且他們是那種 好像我們認識的很久 就是在那邊招待你啊吃東西或什麼的 而且他們隨便一句話都超不好笑 對為什麼那麼好笑 超好笑 剛剛那個大哥說我們來唱那個鐵皮屋 阿他那個鐵皮屋是要唱什麼 屋頂 他說你可以唱什麼瓦片屋啊 對然後他說他頭髮捲是在媽媽肚子裡面 燙十個月 跟珍珠一樣 原本有個很會唱歌的大哥啊 他以前很帥被酒打敗 就莫名其妙跟他們相處了一個下午 他們好像都沒有煩惱跟肚子一樣 今天晚上我們也吃吃晚餐洗個澡 明天 聽說比今天硬一點 但是也不會太硬 明天我們要去看一個大瀑布 明天最困難的是日出 那為了明天看日出的話我們今天十點睡覺可以嗎 早安跟大家說晚安 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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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大家早安 現在來帶大家看日出齁 哇沒有日出只有雲海 現在是早上十點多 我們早上沒有起來看日出 因為早上根本就在下雨 但是等我們十點起床的時候 是一整片的雲海 所以如果你來這個露營區 你可以看到很多種不一樣的面貌 一種是太陽出來的時候 整片很漂亮的風景 一種是可能濕氣比較重的時候 你就會看得到雲海 其實我們剛起來的那一秒的時候 是全霧什麼都看不到的 一間房子都看不到的霧的程度 現在又在準備我們的早餐 你怎麼永遠都在洗鍋子洗盤子 因為有人在煮飯 有些人在偷懶啊 他在幹嘛 整理自己的衣籠啊 他可以整理兩個小時 而且他怎麼樣 他帶兩雙鞋來你敢信 你以為來錄影是來找笑的嗎 好險我有帶兩雙鞋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昨天穿的那一雙我放在外面 昨天晚上下大雨 昨天晚上下大雨 誰會把鞋子放在外面 我就沒注意 昨天累死了 就直接睡覺 那請問你原本帶來的目的是 那請問你原本帶來的目的是 搭配服裝 那你怎麼會給我講那麼多 早餐沒有準備什麼啦 因為我們這個小本生意 那就是一塊和牛啦 可是我已經吃很膩了耶 你一口都不要吃 每一口都吃和牛 真的很煩耶 但不是每個來增團的都有喔 我跟你講 嚇到喔 他的笑容逐漸不大 這就是你可以自己跟旅行社看你到底要吃什麼 針對你自己的預算 去搭配你的早餐跟晚餐 加訂 要加訂的 那邊有個阿嬤在做成照 所以她還會扭屁股扭腰喔 我來防衛一下這位阿嬤 欸阿嬤以前喔 他早期在做運動的喔 你看過那麼漂亮的阿嬤嗎 我跟傅政是好朋友 你跟傅政喊話 傅政我們一起來錄影或爬山都可以 你可以一起唱歌 來切和牛 成敗就看這一刀 好像剛剛好捏 五分熟的程度 熊本的和牛 熊本的和牛 入口即化 圓滿了嗎 圓滿了 整趟圓滿 怎麼說我其實都沒關係了 主要就是那個油在嘴裡爆開的那一瞬間 對 嘴裡有一頭和牛 虱目魚肚大餐 我們真的沒有放任何的鹽 但是因為我們的食材有剩 所以想說讓這邊的小貓咪吃一頓大餐 他們這樣可以吃吧 可以可以可以 這是魚 而且我們沒有用鹽 點多油一點而已 因為食物度比較油 其實他們這邊營區的貓咪都吃得超胖的 我們這兩天的晚上 他們就一直待在我們身邊 所以如果怕貓的人 可能沒辦法來這個營區 下午兩點半我們把帳收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們要在這個大霧之中 還飄有一點小雨的情況下 去拍一個古道 不要再開玩笑了啦 沒有開玩笑吧 沒有開玩笑啊 現在表決公民就是一個民族的社會 老天就覺得我們應該現在去室去吃東西按摩 可是我們都來到這裡了 無界 你要留點遺憾你才會這樣 就像冰島我們也沒看到景光 要搶到我的痛 我連你都快看不到 我還看木布欸 而且他說 你們一定會覺得到那邊很值得 我覺得你們沒有看到真的太可惜 如果沒有我就覺得把它吹下去看 我要幫他講一下話 他不是一直在車上休息 他剛剛洗的所有的碗盤跟鍋子 我的手 已經不是我的手了 好 出發出發 我們到了準備要走步 到了這個地方了 我們現在在穿塑溪鞋 而且是昨天穿過的塑溪鞋 我好喜歡施答答的喔 很冰喔 好討厭給你 超差的 來 我們先集氣 爬這個需要勇氣 1 2 3 好可怕喔 我好害怕喔 有一種要跑到冰島冰山的那種勇氣 快樂 來 我們安慰自己100下 1 2 3 100下 這個算是混鞋兒 你知道嗎 海恩寶寶混派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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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